剛才就說 由這一集開始 每一集都介紹一些小小的醫術名家 在中國的醫術名家這些生平的日事 大家當那些故事挺好聽的 因為講故事 以前我們很籠統的 記得幾多講得多 因為講到這些名醫是小小的 有一個尊重 所以就拿出資料 就不希望講錯 因為講錯了就會對他們不尊敬 這個就不好 一會兒也會講一些猶太人 做生意的規矩是留下的 兩套東西 一個就是做好個人的經濟 然後是健康 我們先去健康 首先講一些市場上的白沙 中國五大醫術 扁石白沙針灸 另外就是針灸 金針 另外就是大咬 到藥 到按摩 按照導引 五大醫術 初期沒有針灸 如果這些針灸來源 根據我們一個 名醫學家講 大家可以看一本書 《山海經》是中國文名 由《山海經》開始第一篇 就有講的 《東海之山》 有石如玉 可以為針 光芒四蛇 能治百病 所以我找些東靈都來做沙板 是有根據的 在《山海經》 這個現在我拿的資料 就是一個《何文治》 《一真神真》所寫的這本書 它數上都是 太公都是做行醫的 在太醫院做醫的 在清庭的時候 以前在清庭做醫 是可以穿四品 和六品 四品官服 官服 六品頂戴 以前在清朝 皇室 有人病了 要吃藥 開了一條方後 大家知道一些常識 皇帝或者答官貴人 說 下毒就糟糕了 那你用什麼方法 和防範 熱眼針 不是 他們開藥方 一定煎兩碗 其中一碗 就是你的醫生先喝 這個好像是 最近有些劇 他也有 是 醫生沒有病 你先喝了一碗 就防止你下毒 你喝完 一會兒不死 沒事 他才會喝 這個 是 在清朝 每年 在春季和冬季 就要祭祀那些 先祖的醫生 譬如祭孫師廟 祭張仲景 我們很隆重 就由禮部上司主祭 所以那些匾著華陀 孫師廟 前仲人 都要在那裏拜祭他們 他們的醫官 做醫官的人 就好像是我們讀書人 去祭祀孔夫子一樣 很大陣仗 代表你不防安 所以 是 以前做行醫的 真的是濟世為壞 他這個 韓先生 韓明志先生 一生人 都是去學過爭術 家傳都是爭術 但是在傳說那裏 為什麼會有那一個 刮沙出來呢 就有一個人 走路不方便 突然在山路上跌倒,跌倒時被山路的石頭刮傷了,流血 流血後突然那隻腳走回,就好了,就這樣發現了出來,原來用那些石頭在人體上磨擦就可以治病的,拆損好了,就發現了刮砂,這個就是真扁的來源,就是真扁石和扁石,刮砂的來源 最早的真學家,就是涉及到皇帝在寧書經那裡,最早就是那個奇伯的師傅,就是叫就課貴,在皇帝時代,是那個奇伯的老師來的, 他奇伯和那個皇帝,據說就脫了皇帝來經 多年在巡末,我們張良就,大家讀過故事,就為了一個紙上老人,撿回鞋子幫他穿回,就傳了個殷符經,然後張良就幫劉波打江山,做了國師, 當然後來張良很聰明,立刻就拿到天下,他就歸隱了,不要傍著皇帝,就死了,韓勝武走了,就死了 然後,去過了 王帝,就死了,就死了,就死了,猶本了,就死了,你死了,叫啊, 你死了,你死了嗎 我死了,我們保佛了喔 你死了